那你會把你老婆按嗎 會啦 但按一按就是 摸一摸有沒有 我老婆把我手抓到奇怪的地方 你幹什麼東西 YES 加油 我們家DETO FRIENDS 要可以快閃電啊 DETO FRIENDS 夏日起點華山快產店 也不要忘記訂閱哦 保證 溫和涼感小刺激 天然甘菊好直粹 意味清清最到位 免免整片長較涼 持續舒涼它能扛 專利密封乾片裝 鎖住涼感不誇張 提搏設計0.1 透氣舒適充第一 涼度還能再提升 天然薄荷涼感增 對抗夜晚大流量 還有豬飛涼感褲 輕鬆擺脫下級悶熱 豬飛涼就是舒服涼 哈囉 歡迎收看DETO FRIENDS YAY DETO FRIENDS 就是會 顧您在板上中間有趣的文章跟大家討論 那首先是來自我們會員投稿題目喔 說出來會覺得害羞或不好意思講的興趣 我喜歡研究那種中醫的推腦 我會研究穴道你知道嗎 豬山裡穴 豬山裡在這喔 應該是身體太大 百慧穴怎麼知道 對 百慧穴 這不害羞啊 就頂多算冷了吧 對啊 可是我會沒 我有會在家我會真的就是這樣耶 而且我是真的去書店喔 我第一個就是會先去翻那個 脈絡的穴道的書 那你會幫你老婆按嗎 會啦 但按一按就是 按到床上去這樣 本來就剛才床上按 只是按一按會 睡覺還是會怎樣 這個就不好說了 我跟你講我在這件事情上 我是真的有職人精神 我是真的會按好 按好按吧 摸摸摸有沒有 我老婆把我手抓到奇怪的地方 你幹什麼東西 你在這按摸在幹嘛 沒有耶 常會就是這樣 但是我還是有個興趣就是 大家知道A的聲音還是什麼吧 知道知道 就是爐內高潮嘛 刮那個肥皂啊 對對對 但我就是 我有幾個特別自己喜歡的那個聲音 但我覺得是一個 不好意思聽出來的興趣 什麼 就是我喜歡那個 接吻的聲音 對 我喜歡那個親吻的聲音 你會 你會 欸 這真的是不好意思 你看A的聲音 哇 已經瘋了 我龜受不了了 來啦 但是我也不是只喜歡這個聲音 但是我也不是只喜歡這個聲音 只是那個聲音我確實覺得 講出來特別害羞 就是我有搜尋什麼 X&R Kiss 之類的這種東西 就我會覺得這個聲音 我覺得聽了之後 會覺得特別的舒壓 兩位咧 我們都來我們青春來交配 我們剛才分享一些東西 什麼青春來交配 來交配 交配啦 真的我不知道交配啦 但是他其實是台語啦 如果我分享我一些過去的黑歷史 那你也來跟我交換一些了吧 對對對 不好意思講的就是 因為我之前有去學鋼管 就鋼管 鋼管 可是你都PO出來怎麼會不好意思 但是 但是如果你跟別人聊天說 我去學鋼管舞 大家就會有那種傳統的 就比如說在一些就是 秀場 看到那一種 那一種鋼管舞的那種印象 對 接觸這個東西的初衷是怎麼樣 因為我有一個很喜歡藝人 然後他是外國的藝人 有很多支MV都有跳鋼管 然後我就覺得很漂亮 就很有力量的身體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就去學 對 我就去學 那你開始有遭受到什麼挫折 鋼管跟皮膚摩擦的時候 真的很痛 就會有大片的餘青啊什麼的 不只皮膚的痛 你連筋骨裡面都會痛 確實是蠻危險的 對啊 那還有嗎 我喜歡看練奏 我覺得這算是 有一點點 這算是嗎 像我之前在我前公司的時候 就是大家中午吃飯的時候 都在討論說 最近那個Netflix上有什麼美劇很好看啊 什麼什麼劇很好看啊 我就覺得 大家感覺都很有品味 然後我就在那邊 看人家談戀愛 然後還看得很開心 可是我老時候我也喜歡練奏 有時候他有練奏 我是那種會覺得自己也覺得 對 心癢癢的 然後手腳捲曲那一感覺 對 看到那一幕就這樣 不懂 不懂 就像有之前我們看到那個練奏 我跟他都有看過 他就是有一個木製 他是外套裡面頭牽手還是什麼 在計程車裡面 在計程車上頭牽手這樣 他說他要給他暖暖包 假見暖暖包明義牽手 對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 哇 哇 終於牽了這樣 像那種有一些人 他那種沒有看的人 例如說陳 陳擦 擦針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都念出來了 那不是都演的嗎 那不是都演的嗎 OMG 他會有這樣講過喔 他真的有講過 這個你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OK 那你有不好說出口興趣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那下面一篇是來自於彩虹版的文章 哪種運動的男生最帥 而袁波表示呢 他個人是偏愛籃球員 因為球衣就已經很帥了 那打籃球的男生更是性感 帶有一種壞壞又活潑的感覺 那他再來他覺得是田徑 因為身材可能比較精實 特別是穿束褲的時候更是養眼 但是他說呢 棒球相對很多身材勇腫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覺得呢 打哪一種運動的男生會最吸引你 我嗎 我其實有一個蠻冷門的 我蠻喜歡看做這個運動的男生 嗯 木球 你說那種垂球 高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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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都會嗎 一般人都可以去體驗 我有去體驗過 攀岩 對 真的假的 就是暴食那一類的 因為你持續去體驗過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那個 失利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他們的手在那邊抓著的時候 那手臂的現場覺得很好看 哇 好清潔喔 他們就感覺好像慢慢的 但是因為那個又要撐住 然後就是感覺就是很優雅很漂亮 他是要一個放跟抓 對對對 有時候會有一些爆發力的部分 我跟你講 因為我以前也玩過 就是那個放跟抓 假設一次沒抓到 你就發現其實你沒有力量 而且有一種場地的變態 他是爬到之後他會變成 他會變這樣 對對對 你就像這樣 就真的很難 像個壁虎一樣 沒錯 對 那就真的很難 那艾莉有嗎 我如果真的要選一個就是 就籃球 就籃球嗎 但是我覺得 就是如果先撇開是什麼運動 那個男生如果在某一項運動 特別突出的時候 就會覺得他很帥 很像看昆達 就是對我來說不是我的才 但是每次只要看那種 木曜運動會 然後看他這樣子就是大家跑跑跑跑 然後他就這樣一個人這樣咻出去 就有時候 跑起來 像Loro你有在重訓嗎 有 那你有特別喜歡這個重訓的男生嗎 我其實不太喜歡 很粗壯大塊的肌肉 對 我是覺得喜歡運動的女生當然是有 有運動一定是 健康一定是加分 健康一定是加分 但是運動一定會特別喜歡嗎 我們好像就覺得不容易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就交一個句句 然後他每天約你去做推 摩推 可以跟他去嘗試 可是他就說這個我們一週五年喔 可是他如果說 對對對或是說什麼 我們每週每個月都去爬一次百月 我真的是不行 喔我也覺得 對就是如果他是 就是一般在生活中可以輕鬆體驗 我願意跟他一起去 你會不會其實默默在期待一個 運動褐男朋友 其實沒有 我覺得不要再逼他 你不是運動褐 然後都逼他 你剛剛講的不錯 你看他男朋友每天帶你 哇多健康 因為我前男友覺得有 我在健身 然後他如果要去健身房 我就跟他一起去 好那問大叔吧 那你覺得哪一種運動 是真的帥不起來 有這種運動嗎 我自己就覺得跑步還好 Jerry 因為跑步他其實是個觀賞性比較低的運動 我個人覺得 就是說他很快會結束 可是小時候 對小時候 跑100那個是 就是全場的高潮 大家會覺得啊好棒 英雄是歡呼 但好像也沒有特別覺得啊 要打籃球的我覺得 英雄都不錯 倒是 打籃球的打排球的 我知道為什麼 打籃球是 平常就是可能下課 你就可以展現出來 可是你不會每次 平常下課就快一個人在那邊跑步 去跑步啊 而且你一個人去跑步 你沒有別人突顯你跑得有多快 對 下課不能10分鐘說我就跑10分鐘吧 高下立判啦 水準我們被看到 讓我們分享一下卡友的看法 B2他說游泳得不錯 身材剛好又不會太壯 肌肉線體好漂亮 而且下面一大貓 B9說柔道啦 那種要露不露的衣服 真的讓我們每次都不知道看哪 而且整體顏值偏高 喔這之前那個 楊雍瑋 楊雍瑋啊好帥喔 帥帥的 好啦那你覺得從事哪一種運動 男生最帥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好那下面一篇是來 就是女孩版的 我有嚴重的戀父情結 對 原PO某一天呢 他被男友提起 才發現自己似乎有一些戀父情結 那怎麼說呢 比方說原PO爸爸媽剛交往的時候呢 奶奶就因為生病的關係 在日本接受治療 原PO爸就直接飛到日本陪奶奶啦 那時候才交往3個月 也不像現在有手機電腦什麼的 那原PO爸就一天一封信 綁住媽媽 那媽媽收信收到連郵才都想知道 到底誰這麼勤勞 每天寄這個月陽信 然後第二個就是 而且原PO爸媽結婚20多年喔 爸爸的薪水支票永遠都是開媽媽的名字 然後爸爸就常說不要給我錢 我最怕有錢在我錢包裡面 因為不見又怕被罵殘 那第三個就是不但如此 兩人都老夫老妻的 原PO還是很常看到爸爸很深情的看著 媽媽說你真的很美 覺得 是沒有到戀父 但是我確實覺得我爸還不錯 對就是 我爸品氣蠻好的 啊 對而且 而且他就是會做家事 很多家的爸爸可能是不會做家事 那你媽要幹嘛 對 我媽也會做家事 對 就可能今天我媽比較晚下班的話 我爸就會去租這樣子 而且他也沒有什麼不良時好 啊對這個也很重要 哇你現在會黏爸爸嗎 比較小的時候就是出門的時候 就會勾著我爸這樣子 哦 好棒 然後爸爸說欸 身體是不是有點高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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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種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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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勾嗎 我女兒跟爸爸感情這麼好 我真的覺得蠻好的 對啊 那你可以跟你爸自己接觸嗎 搭車的時候 就有可能靠著他睡覺 哇 好想生女兒 好棒喔 跟女兒可以不要那麼高嗎 有點壓力 其實也不錯那麼高 因為他會靠著你 我也可以靠過去耶 我覺得我算是愛傻叫你 就覺得女朋友很高 好像資格蠻不錯的 我覺得想像過這個畫面 我覺得蠻讚的 我覺得以後未來 是不是可以流行起來 以後流行的都是什麼 卡比獸男孩啊 小圈石男孩啊 之類的 小圈 說是沒有腳耶 不行耶 小小的 其實也蠻可愛的吧 對 沒錯 我們要勇於扭轉這個 柯白印象好不好 Lauren呢 我跟我爸 其實我爸就對我很好 但是因為 比較尷尬的一點是 我爸他就是 就是在我17歲的時候過世的 所以其實算是 有點早 我印象以來就是 我爸就是一直一直 是一個很溫柔的人 然後也沒有什麼不良的嗜好 然後對家也很好這樣 就是我很喜歡我爸 那種感覺 那個印象會一直留在我心裡 我會覺得說 如果要找男朋友的話 可能要找像我爸那樣子感覺的人 就是好親近的 然後就是好說話那種感覺 那你爸有沒有什麼 做過什麼浪漫的事情 讓你印象整個 小時候就是 我們還小學媽之類的 那時候我媽帶阿公去金門玩這樣 然後就是家裡生下 我哥跟我這樣 我爸他其實是不會煮飯 但他很努力的想要煮飯 然後他做的那道菜 我現在都還記得 把高麗菜跟蛋液混在一起 就是做一個高麗菜炒蛋 對這道道料理有一個印象 就是我爸做的東西 爸爸的味道 對對對 不過說真的啦 其實我自己有遇過 有女朋友是有點無情 其實我發現其實反而 單天家裡的女生 比較容易 會把那個性感投射 投射到 他的另外一半身上 對我會有種這種感覺 那你有被 你在講什麼 Rora要問他什麼 沒有啊就是 你有 你這樣 沒有嗎 你有當他的爸爸嗎 對 不要講這種 我這樣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就是你爸 誰是你爸 你哥的 你哥的 不是啦 就覺得好像在 要缺乏父愛的家庭裡面 反而他追尋父愛的 我覺得會比較明顯這樣子 那你們有欣賞過 就是可能歲數無異有沒有 大可能非常多的男生 年紀比較大的男生 好像就感覺比較穩重 我有喜歡過大六歲的事情 你現在差不多36嘛 你現在差不多到42左右 我36 好那不能講 不能講 不能講 不好意思 你現在27吧 你成績一下 你成績一下 那我36啊你42啊 那你50啊 哈哈哈 辛苦了 那是沒你倒吧 辛苦了 你也算是童年欸 50歲長這樣 所以你們兩個 如果再讓你們選擇 可能是年長或年輕的話 你會比較想要選你這樣 嗯 對 可是我覺得女生其實 大部分都是這樣 好那來看一下卡友的留言啦 那個B他說有聽說過 通常男朋友的某些部分都會有爸爸的影子 我覺得還蠻準的 第二他說 他回應B 他說其實很兩極 不是跟爸爸類似 就是跟爸爸完全相反的類型 對很兩極啊 但我可以理解 因為不是每個人爸爸都是好爸爸 對啊 你有個人從小一生生出來 就拋家氣子之類的 那你就會想要找一個很有責任感的 對 之類的 好那你的爸爸是怎麼樣的人呢 他有沒有一些讓你憧憬的點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囉 感謝今天蘇菲清新良感衛生品的贊助 讓我們有主委加碼的話題 情緒來了怎麼消火器 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就是成員們 這個理智線爆炸的一些瞬間啦 有時候拍那個圖人還是什麼 我跟密友然後密碼 然後還有吳志正 都是錄那個超人那個話 那大家暫定會站好好的 拍完一顆看一下看一下可不可以 一定要移動位置 喔你說他會開始在那邊跳跳跳跳跳跳 床上躺一下 床上躺一下 開白衣 火氣成 啊 可是你現場看起來很好 表示你的奇緒控管真的是很OK 我修養值相當高 跟你講看你這個上次 你要說暴怒啦 我覺得你應該很難暴怒 就是你有點不爽 有一次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時候 就是他那時候就說 心理諮商時 就是有點像是直銷騙錢的 我覺得這算是我的地雷 就是我不喜歡別人 就是隨便說一個職業 很好做或是很隨便 對 那質疑別人的專業 因為有些你如果真的不了解 那我覺得情有可疑啊 你可能就是沒有接觸過 但是我覺得我會不爽 是因為就是我跟他解釋完之後 他還是就是沒有聽進去 那你當下我跟你的朋友生氣嗎 我送他一個雞塊貼圖 大家要看雞塊貼圖的那一集 所以你是給他三個雞塊疊在一起 我給他那個雞塊插到那個 糖醋醬裡面的雞塊貼圖 我知道你想把他頭印到那個 壓到水癮就對了 是這樣嗎 沒錯 所以那個雞塊貼圖真的好用 他真的有機會 我完全被推坑 羅倫了 其實我每天來公司 都很糟 久一點 你知道就是利友桌上的寶特嶺會自己 無性升值 然後有時候就會不小心超過那個線一點 然後你跟他那個隱形的那條 那條隱形的線 那你怎麼跟他溝通呢 我其實沒有跟他溝通 我只是把東西默默的再推回去 不敢經過那個月 裡面有三大王牌 Zona Raw 也有 好那剛剛剛剛講那麼多 你們有什麼就是消火器的方式嗎 我自己有個方法 因為我 我平常 有時候會聽ASM 會覺得很放鬆 因為他會有一種 舒麻到頭頂的那種感覺 或是有些是剪頭髮的那個 剪到那個聲音 我應該也是差不多 聽音樂或是 就是去走走 散步之類的 那你咧你有什麼 我 男生都知道 就是 無外乎就是打 球嘛 對不對 打打球 打球 打球會放啦 我們很常去大魯閣 就像我們有些加班不顧 當然受訪者 也在他們打球 壓力都沒了 對不對 可是我還有一個方法 我覺得也很棒 整理家裡 你的家裡的狀態 就可以反映你這個人身心的狀態 都講那種正面 沒有真的真的 你家裡很亂的時候 你這個 你這個人狀態不可能會好 你有在聽嗎 沒有 狀態不可能會好 對不對 所以把它整理好 其實 你就發現你在梳理你的心 消火器的方式喔 打開冰箱吧 之類的 打開冰箱是不是 拿出你的肥宅快樂水 我覺得可能就是 夏天的時候 特別脾氣容易暴躁一點 在路上又已經很熱 然後你就碰到一點雞毛蒜米的小事 你就整個人就照起來 對啊 如果夏天剛好用那個來的時候 那真的是沒辦法 那個來就是雙重 因為它很濕熱的那種概念 就是看到我在零食區那邊開冰箱 你就在冰箱裡面發現它 怎麼說 好那聽完成員們的分享 其實還有一個好東西 要介紹給害怕夏季的女孩們 聽說它用起來呢 就像微風吹拂一般 溫和微涼的 蘇菲清新涼感衛生棉 哇 那它有加入溫和微涼因子 像微風吹過一樣 這種很舒服的涼 而且它通過了皮膚科醫生的認證 所以溫和少刺激 那另外呢它還可以讓你輕鬆的擺脫 悶熱所引起的異味 好那其實這次呢 蘇菲其實已經有先行把產品寄過來 讓我們成員先試用了 這次用這個蘇菲的清新涼感衛生棉 我就覺得它有顛覆我 就是之前用涼感衛生棉的印象 就那真的讓你體會到什麼 比較舒服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那種很溫和的感覺 不是那種就是一直刺你皮膚 因為衛生棉算是比較貼近皮膚的 對一個產品 所以如果它很涼 我會有點就是單性 好怕有添加物 對對對 那這次有看到它有 皮膚科醫生認證 所以我就覺得用起來比較安心 而且換的時候就是 真的就是比較沒有味道 對 就是用那種清新的感覺 可以維持很久 一直到你要換的 下一次都還是兩種感覺 你還是會覺得有一點涼涼的 但是不會不舒服 長效清爽 那要不要打開讓我們看一下 好啊 就開囉 它就是這樣子 它是極薄的0.1公分 非常的薄 不用擔心它厚重悶熱 然後因為它每一片都是單片的包裝 然後它是密封的 它涼感比較不會流失掉 它有加入溫和微涼因子 可以長效的維持棉片涼感 它棉片呢 整片都是有顏色的涼感材質 除了入門的小黃瓜微涼款呢 它還有更涼的薄荷清涼款 那兩款都不會去刺激到這個皮膚 好那再一次推薦給大家 蘇菲清新涼感系列的商品 蘇菲清新涼感系列商品呢 有護墊14公分跟17.5公分 那還有超熟睡涼感褲可以選擇 晚上大流量的話呢 更有全方位的防護 添加薄荷因子清涼不悶熱 就像穿純棉內褲般的揉貼 全方位防漏 沒錯 而且現在通路都有促銷活動 趕快買一包來體驗吧 好那這次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啦 今天的討論你有不同的看法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文章連結都在資訊欄裡面 最後提醒大家有趣的事情 都在Dcard上面發生 下載APP就可以馬上看更多人的故事 而且現在不限學生 所有人士也能快速做Dcard喔 那我們Dcard訊息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舒菲清新涼感皮膚科醫生認證 溫和少刺激 舒菲涼就是舒服涼